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两岸的事我经常在跟周围的朋友吹牛了 吹牛 吹什么牛 最近就现在是马王配破局了 这正是王金平就说不会跟马英九搭档 我有点失望了 你失望了 对 其实因为现在这一点的明年的选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泛兰如果不团结的话 其实等于是再一次的 又让大家在这个泛律的政治底下 然后可能已经执政八年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八年当中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负面影响 所以很可能就希望再换人做做看了 但是这一次泛兰团结整合的时候 其实因为要有一个主力的 所谓的这个总统搭档人选出来 所以马英九一直在等王金平 因为王一金平的辈分始终高 然后他其实 然后马英九又有一个伦理 但是在老实说 可是在民调上面 马英九其实是非常被看好的一匹黑马 因为他政治他优秀 所以就把他当成是一个 王金平不政治不优秀 也不是 但是因为其实王金平是非常老经验的 他可能在这个政治的操作上面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国家的元首 尤其是在国民党里面 其实马英九是从小被培植起来 就是一个精英中的精英了 但是这真是不同人不同看 可是这个分率里面好像也分类了 搞了一个第三社会党 我看 最近沈公听说是对什么社会民主党 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有点感兴趣 是因为中国的事情了 而且我过去跟您交代过我爹地死吧 就是我曾经参加过 我们这里六十年代初有个叫反修小组 那么现在大家又在回忆这些事情了 那跟台湾的政治 跟台湾政治忽然之间 看到台湾那个冒出一个词来 是我大为紧张 什么词 前几个月叫苏修 苏修 苏真昌 叫苏修 苏修 我还以为是苏联修增族 你怎么到台湾去了 后来很幸亏 我有一个子路人 那个我经常看中央四台上面 中央四台经常请一位叫尹乃琴小姐来做尹乃琴 优秀的 我们台湾的真人家 我从来没见过她 可是我应该请您转言 我已经成为她的粉丝了 其实是问家很多 但是因为尹乃琴很漂亮 沈公为什么盯着看 沈公那天还抱怨我呢 说你们老让我谈那个什么社会的话题 怎么不让我谈吃口玩乐 我就是想谈吃口玩乐嘛 他说是慕自美的粉丝呢 是吗 我是希望有一天 还是亮粉张亮颖 张亮颖 超米 比我们还心的 对 老师说关心政治 其实现在在台湾更是全民政治 连小学生现在考计策都要考这些事情 咱还是末谈政治 谈谈纯洁的心灵 谈谈纯洁 沈公 你的节日 六一儿童节 生日开乐 但是六一儿童节 也没什么愉快的 我们为什么是四月四号儿童节 你们是六月一号儿童节 四月四号是全世界都知道这儿童节不是吗 我们不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吗 我想的时候我记得是四月四号 后来怎么改了 我完全 真的 奇怪了 我们四月四号是儿童节 但是就关心少年儿童 最近在网上有个关于少年 不算儿童 少年有关的新闻引到什么 引起很多人甚至有暴力冲突了 到现在我都不能相信 就说那个课堂气氛呢 我觉得在一些怪电影里啊 什么周星驰那陶穴威龙电影里见到 难道说现实真的有吗 他就说 说看看我们的课堂吧 全能班 无所不能 有睡觉的 有吵架的 有走来走去 闹的 就是最比较恶劣的是 有人拿着DV在拍 拍什么呢 就是这老师 说六十岁的老师在那讲课 好像就站在这 这男学生就过去 他还拍拍脑袋把帽子都给 把老师给摘了 男老师 男生啊 男生这么对待老师 好像这个老师感觉 平常习惯这样了 老师不客气 就还低头一直讲课 学生们就这么闹闹闹闹 到最后还要去打这个老师 是拍摄像的这个人说 别打别打别打 后来就说出 就在这个画面里就说出什么 他们就是一个傻叉嘛 就SB嘛 打他就里面 所以这个视频 他们节选一点点 你可以看看当时的这个氛围 太过分了吧 表演一下 你来给驴哥哥自己 有点是正式 咱们有点是 Ray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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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是海淀区里的人 真是海淀区里的人 出带嘟儿呀 哦这样哈哈哈 他们在中国可以发生这种事啊 对特别不好思议 你看就是这么一段 主要是好多人在网上 你这最后酿成什么 好多网友不干了 看来大家心里觉得 太过分了 对待老师 所以就要去到学校门口 堵着去打这几个学生 还有一大堆媒体记者 在学校门口等着 到后来好像学校里边 出来一个小课车 大概学校里采取一些措施 就这几个学生 保护他们 躲在这个小课车里 跑出学校的 全国网友都在 大声踏发 对 这个也实在是 失道不存到一个极致 这个老师是 怎么可以允许 然后去学校还保护这些学生 当然怕出人命了 可是这是现在的教育体制 出了问题吗 在台湾其实现在我们有规定 就很多的事情 老师也在抗议 就是说可能学生上面 他们有很多的自主权 包括就是说 我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我不听话 或者像这样的时候 老师本来是可以 就是他是老师 我可以打你的 我可以罚你抄写 然后我可以甚至于以前是有罚柜 像我小时候 我的老师是用这么长 女孩子 这么长的指甲 捏我的双眼皮 这么登登登 所以我现在双眼皮这么大 是真的 然后拿那个小树枝的藤条 两个手是这样摆着 打 打的手回去都肿了 然后回家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体罚 当然是不可以了 可是现在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一个明文规定 禁止体罚 同时也不可以精神虐待 就是你骂他 你会伤了他的自尊 你不能讲 现在是反过来 学生体罚老师了 可是这老师也太可怜了吧 事业你还干不干 交不交 这当然应该是一个个案 你就不能说成是什么 现在都这样了 那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老师 在这个班 其他的老师可能也受到 同样的待遇 沈公看见这一幕怎么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 整体性的问题 在我们这里 有一个麻烦 文教上很多事情 现在都从头来起 因为我们把几百年以来的传统 这个前几十年毁得太厉害了 那么所以现在等于从头来起 从头来起 因此出现了很多反常的现象 那比如说私生之间的关系吧 我们过去有一度是非常尊师哀悼的 后来呢 你没看到文革的时候的 是是是 是啊 这个那很多老师给整死 最近还在闹很多事情 女生中啊 还有斯大夫中啊 他这个有位老师叫 辩仲云老师 那就是给学生活活地打死了 在文革的时候 文革的时候就活活打死的 这个像这种事情 走到了那个 这以后呢 又是在学生是 凭阶级立场来看 你这个而不是凭分凭什么什么 这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80年代以后 慢慢才改变 可是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 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 家长要配合老师的讲法 然后老师跟家长 你说你这个孩子要好好管管 家里都说是是是是 对不对 永远是骂孩子 然后老师有的时候 其实还要收红包啊 以前小时候啊 就是说你要特别对待我的孩子 你要好好的教 然后老师要给补习的时候 老师说要补习 没有一个人敢不交钱 要不然你就没有未来 你在学校可能就不是那个 所以老师的权威是极大的 好像现在都是有点 师生关系啊 和这个尊卑啊 都有点改变了 这个一方面是像沈公说的 比如说这个过去文革的时候 打老师啊 这些传统 另外再一方面 现在也有人说 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谈不到这种你尊我卑 而且很多人说 老师对学生也不怎么样啊 像是沈公说的是什么 有一个这是比较小的城市里边 贫苦地区了 这个学生没有文明习惯 随地吐谈 这个老师就让这个学生把谈舔掉 还有这个事情 就是说用非常不文明的态度 来对待这个另外一种不文明 不管怎么样 我真是觉得大陆的 是很多事情还得从头来起 但是中国地方这么大哦 真的要普及性的 然后宣导这些这个文明的观念 还有尊师重道 但是这不是一直以来中国人的传统 城市跟农村很不一样 城市像刚才反映的那种学校 特别是我估计一定是收费挺高 所以这老师等于 甚至还有不正当的费用等等 对吧 这个那么到了贫苦地区又是完全不一样 咱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现在其实我有几个地方经常是想不到 比如说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文明的环境 好比说我看见一个纪录片 叫铁锡区 你会了解到 其实在一些工人的这个层面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粗野的 暴力争胜 出口遍地 然后你还会看到 就说学校里 你很难想象 你知道现在有些地方 那个学校 它是专门集中了那种岔声 落后声 我们叫放牛班的学生 这叫放牛班 将来没有什么出息 就只能去放牛了 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的孩子 就是最后在这个学校里打了架了 然后就说我一定要让我孩子离开 为什么 就发现就说不出一年就得交成流氓地痞 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特点就是 同学之间他就欺负你 欺负你 孩子最后欺负的实在没办法 也捡起砖头把那同学开了 甚至还有那个社会上的青年 你像前一阵我们讲 就是广东电白三中 发生了一个拿刀捅的吧 两死四伤 学生拿刀捅人 后来在这学校上过学的人说 说我当年在这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都带着刀去 都环境就是这样 老师馆 那个爬墙进来的外边那社会上的阿飞啊 把那个保安都打得鼻青脸肿 天哪 就是你想象不到 在有些地方已经校园环境 是这个样子 所以最近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会自杀 你今天带这个就是来提醒一下 对不对 秀缘非让我带上 对 骷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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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小孩子自杀 他有很多东西是同才之间 我打不过你嘛 但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其实我又不能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就说 你要忍耐啊 念书为上啊 不要跟他们什么什么 然后你跟老师讲 那老师可能就说 我就跟他们讲 但是一告状以后 这几个打得更凶了 打到后来不敢讲 后来就跳楼的 然后就是上吊的 在衣柜里头上吊的 我们这传出来说 那个小学生自杀的 说是就是压力大 压力大 就是前两天我听我们一记者就讲 有个班咱就不说具体了 这小学生 你说为什么 老师就说做作业 这作业做不完了 起身从窗户就跳下去了 他就这么自杀 所以这是学生功课的压力 对自己的要求 对不对 沈公你觉得当年的学生 和今天的学生相比 也说在当年是指 四十年代呢 还是五年代 您经历过的 那个年代 我是没怎么上学 所以我也不够 我有一个看法是我现在很顽强地经常在宣传的 这个看法可能被认为是导向错误 可是我还愿意讲这个观点 我认为两岸现在在文化教育方面 共同的问题太多了 而且我认为 这个是下面一个 我说的要先说明在先 可能犯错误的一个 我认为台湾还解决得比我们这里好一点 那为什么呢 也不是台湾人比我们聪明 也不是蓝的绿的比红的好 我都没这意思 我还是红的 我无非是台湾早走一步 所以我觉得两岸这方面的交流非常有益的 我们现在我不知道沈公你怎么看 现在开始说三字经 小学生要背三字经 什么守校地赐建文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哎呀我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背背也好 因为我们过去是在对传统 忽略的太多了 所以上次我在这儿也是 跟他对话的时候讲过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语单讲庄子讲人语啊 大家批评有很多缺点等等 哎呦他到台湾好红哦 我知道我知道 追星国学超级 不管怎么样啊 起的正面作用还是 还是好的 还是好的 但是这其中你比如说你小学生背这个三字经 有人就讲他这个其中有一些军军沉沉 富富子子 这些个东西 就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 把今天咱们认为是公民权利的东西 当成了是义务 就他实际上这个是有区别的 那么这么潜移默化 应该是认为理所当然 对 这是在培养臣吗 还是在培养公民呢 有人提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当然有缺点咯 可是呢 如果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现在不是我们上次讨论云丹以后 现在有新的进展啊 现在不是李灵先生写了一个书吗 这个商家权嘛 评儒家了 说孔秋是商家权了 商家之权 商家之权 我念不好啊 商啊 商家之权 那个又遭到了儒家的很大的 新儒家的专家的很大的反对了 我个人倒觉得 不管我是不研究这些 我不可能肯定这些 可是我觉得有各种声音都好 我希望有的地方学校是背三四经 有的地方是不背三四经 你这个大家来 大家都用各种办法来 最近我是 就是我也给你提供一个观点 最近有一个汉学家 外国的汉学家 他呢到中国来接受采访 他就是说 他认为中国现在就是 孔冰你说的是 不是不是他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他说中国现在是找药方 比如说有人说儒家 基督教 新马什么新马克思主义 就在找药方 但是他认为呢 今天的社会跟一百年前很不一样 比如说他就说他所在的外国 那可能一百年前 你一出生 你就出生在一个教会 就整个国家 他像个教会 那么你的信仰都已经定了 你就是信上帝的 出生就是这样 但是他认为今天这个社会 他认为找药方不太靠谱 或者说很可疑 比如他就说中国的典籍 老子庄子 论语 你读肯定很好 一定能够丰富你的人生 可是你要说 你可以不用经过独立思考 捡到一个信仰 捡到一个东西 当做自己的精神支柱 他认为这个 现代社会 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就是你得选择你自己的世界观 自己的处处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认为 其实国学这套儒家的思想 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讲 其实是不合时宜的 为什么 因为你会减低很多的竞争力 比如说像原来 就是大家觉得 好像现在这个中国 原来是一个代工厂 是一个世界的工厂 那现在竞争到一个世界的市场了 所以他必须很多的事情 要加快脚步的 但是我跟你讲礼貌 我就没办法抢到订单 我跟你讲仁义 我就不行 有很多的 就别人就是商场上如战场 所以我有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必须要用一个 不是那么儒家的态度 可能不是那么谦让的态度 也不是那么多美德 我们就先讲先赢了 那在台湾其实也会说到 很多的是 这个有钱人就以为 你有钱就了不起 但是你真说 他什么也不懂 他就觉得钱是万能的 富而无礼 对不对 但是你真的让他背金 然后他背完了以后 他回家跟他爸爸妈妈讲 爸妈说 背这个是要冲事啊 就说你背这个要干什么 他没在探紧也不能赚钱 对不对 没在吃饭就吃不饱 你背他干嘛 所以但是也有现在 就是很多人说 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 我们就把钱赚足了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生长在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我觉得是 其实是一个梦境 就是说他不需要去竞争了 我就把你放在一个学堂那样 就像你说的教堂那样的环境里面 你们就温文儒雅的长大 所以现在也不用去考试了 我就把你送进一个像私塾这样的地方 老师好好的教你读经文 你就把你的身心灵提升到一个 令人尊敬的程度 对 所以其实大家的想法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现在好像是个多元并存的一个状态 这个好 我觉得是 我是赞成这个 我希望有这样的学校 用这个儒家的办法 或者你还或者有一些学校 是用读微的办法都可以 不是有学校用弗洛伊德的办法 哈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就说到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 还是这个哲学体系 多元多样 我倒想介绍一下沈公 沈公现在的这个生活 你是说要回到前现代 我觉得我年龄越来越大了 这个越来越不能接受现代化的了 到后现代我更不能接受了 比如说我的生活 我资料越来越低了 可是生活越来越复杂了 比如说我的卡 我受不了那么多卡 我最后把银行的卡通通取消 通通吗 身上带cash 那要不存在那存折 这个话别让贼听见 没有多少钱 就够一趟来江江的车费 不带手机 不带现代通讯器材 每天就是坐公共汽车 背着一个背包 碰到谁是谁 那万一像是刚刚其实来自一个路上 路不好走 因为今天又下雨嘛 所以我们就想 沈公是不是迷路了 是迷路了 是迷路了 对不对 那没有大哥大不方便呢 可以打电嘛 没关系 这个还是 这个现代化还是接受 还是对付了 比如说上饭馆 我在北京 您是不知道 在北京 好吃的可多了 好吃的多了 可是 现代的饭馆 我不知道什么道理 北京 喜欢吃酸的吃辣的 什么什么 要地道的 往往要到小饭馆 于是我喜欢到 这个找 小胡同 国营的老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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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有一条标语 这条标语代表了我们社会很大的进步 您放心好了 银奶精 你放心好了 银奶精 差点叫您银奶精 对 这条标语是什么呢 本店绝不打骂顾客 这个很重要 有的学校要说 本校绝不打骂学生 或者是绝不欺负老师 有啊有啊 我们有地方上的那个教育局出台的那个文件 就是教师不娶 猥亵女生 对对对 这几年级学生说的 所以啊 后现代 还真是 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事 包括像我现在海添一笑 这个视频呢 这很多评论都是这种荒诞的情况 反映中国现在出现的东西 就像很后现代 很荒谬 中国现在